如果我希望呢 跟这个Buy的范围里面比对 这个范围里面呢 如果有出现的 那就把这个买超里面 一样的东西呢 比如说这个 第一个啦 这个什么元大 这个M的元由正二 这个 那当然他比对的方法 一定要是完全一模一样 也就是里面 假设啦 有的之前有同学 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里面可能不想按个空白 其实这个空白 他也会算在比对里面 所以如果 假如你有加一个空白 里面比对 也会算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里面的次数 要一模一样 而且资料也要一模一样 他才会判断出 他这个有没有存在 那以往呢 如果你两个范围 像这个范围的资料 跟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的 就是股票名称 两个如果要Match之后呢 要把它做一个标示 那以往如果你不知道 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能就是 用人工来处理啦 人工来处理 不得了了 每个每个用眼睛看的话 那真的是很伤眼睛 而且其实 还不容易找到完整的 因为人的眼睛还是很容易因为疲劳 然后这个有时候你略过 你就没看到 那就做错了 所以有两个范围的比对 像我的习惯 我是用最简单的方法 用康尤最简单 那如果你要写程式也可以 不过写程式的话 变成两个范围 你要一个一个比 比完之后呢 再去做后续的处理 那基本上也是跑回圈 然后再做逻辑判断 那比较简单的方法 大概就是用那个我们的讲的Count-if 所以上礼拜我特别有提到有个Count-if 如果你不用写程式的方法 第一个就用Range 然后呢 Range的话呢 我们如果不用名称的话 我们可以用选取的 我讲过 如果要放这边 Count-Tool-Shift向下 有没有 这样子的话 会把整个范围快速选取 这个再一次 用Count-if 所以这边的话 用最近使用过 OK按 然后呢 切到那个By这个范围 游标呢 先点击A2 一直到最下面Count-Shift向下 OK 因为我有定一个名称 所以我把名称先 公式里面这个名称先删掉好了 因为你们等一下看一下 有这个名称我把它删掉 然后 再插入这个范围 所以范围切过来 游标放在A2的地方 Count-Shift向下 这样的话呢 整个范围就帮我选起来了 那Criteria的话 实际上就要找什么 找这个股票名称 那就会找 如果有就是1 没有就是0 按确定 好 那向下填满的话 基本上很快就可以做出来 不过 刚刚这个有同学比较细心 他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个雅尼 其实在那个By里面 里面其实是有雅尼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 雅尼这个 而且两个一模一样 可是用Count-Shift比对呢 却比对不出来 这个有时候其实是Count-Shift的程式的bug 那为什么比对不出来呢 这个其实当我因为 这个Count-Shift的韩式 可是如果A一直往下 他就跟着往下 就是应该选A蓝 对 我知道问题了 因为刚刚忘了把那个什么 对对对 这个 那漏了 所以这个要什么 F4 那标准的应该按两下 只要锁裂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那个范围 他会跑掉 难怪 越早越范围越小 所以答案出来了 OK 刚刚同学问了 我想说 这个 韩数要有bug 应该蛮难 因为 基本上很少遇到 因为这东西已经出来 超过20年了 如果有bug的话 我想应该已经早就解完了 不过 或多或少 Excel里面好像还是 2007以前的版本 那个Dedif好像也有bug 新的版本就解决了 还是会有啦 可是这个可能会越来越少 几乎大概没有 所以刚刚这个地方漏掉了 那当然呢 另外还有一种做法啦 我是建议就是说 将来如果你要查的话 你可以先把这个范围 先定义一个名称 那定义名称的做法 是把By这个范围 Ctrl-H一样先向下 从那个A1 一直选取到最下面 那你可以从选举范围建立 这边有个顶端列 顶端列指着它的名称 你按确定的话 到名称管理员 就会帮你定义一个名称By 那你可以点击它啦 它会告诉你说 你对照的就是这个 工作表By A2到A91 这样子的话 以后呢 你可以按F3 就可以利用那个名称 来代替这个范围 那好处就是说 像刚刚我们都会忘了什么 把那个范围做锁定 所以 如果你用名称的话 不用锁定 就比较不会这个问题 所以你把它关掉 假设刚刚的这个问题 一样的做法 你看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Count if 这里的话Range 你就会按F3 记得哦 这个是F3 它会跳一个什么呢 名称出来 那以后的话 你用选的 按确定就可以 用这个名称 来代替那个范围 那基本上 这样的做法 也非常的 经常性的使用 像我如果 有很多个范围 但是这个范围 它是分散在不同的工作表 而且呢 名称 如果你没有定义好的话 那当然你会不知道这个到底对照是什么 什么意思 有时候我会用个中文名称 可能我按F3 之后会有一些清单 那可以快速的存取 那这个有点类似于 资料库里面的关联是资料库 就是资料 资料库里面有很多的资料表 它其实就是一个对照表 那个概念其实还蛮像的 然后按确定之后呢 那这边criteria 一样选这个 它一样会帮你找 那向下填满就不用锁定了 直接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所以最后的话 当然你做完之后呢 可以再利用那个筛选 筛选这个功能 这个筛选也非常好用 把什么呢 把你需要的E留下来 把零的部分删掉 最后呢 把这个范围做什么呢 做填满 然后呢 再把它取消 那个筛选 就OK了 那最后全部的这个动作呢 当然如果你要恢复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范围整个 看不如去不向右向下 再把那个常用里面的填满 改成无填满 OK 那刚刚这个动作 你可以把它变两个按钮 所以最后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按下买超标示 马上帮你OK了 然后呢 清除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当然我们没有写任何VBA 不过你可以通过录制据席 一样可以帮你快速产生 OK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 讲到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上礼拜 我们还提到就是 有关单次查询 所以今天的话 请各位 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个范例 就是问题 05的那个范例 一样打开来 待会我们来看 有关于批次查询 那什么叫批次查询呢 就是 之前是找一个人 一个业务员 可是如果说 你今天是要找所有的业务员 你希望一键完成 所有业务员 自动帮你产生 所有的工作表 把个别的资料 全部帮你带出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批次的部分 来画面先还语多一下 多谢观看